好,各位同學,應該傍晚了,晚安 那今天晚上很榮幸先做一個鋼胸乎乎 最近因為很多的同學都反映說 不方便直接有的地區遠道 比我台北跟台中這個地區遠 所以不方便實體上課 所以千呼萬喚使出來 那這些有商務書信跟所謂的寫作 我們講的商務寫作它比較不一樣 跟我們一般講的Creative Writing 就是你要寫小說,寫short stories,寫法不一樣 所以我就乾脆好人做到底 因為我蠻討厭錄影的,我比較喜歡上實體課 所以我就破例開啟我的網路課程 套裝課程 那教材在這裡 這是一本我個人認證不錯 上了蠻久的一個教學的素材 專門教美國的商務英語 American English, Business English 其實也就是Business Correspondence中的一環 那這本書裡面我覺得最不錯的就是它文法講的 完全針對商務英語這個部分的style跟format 來編寫整合的一個專門針對商務英語的文法 從油淺入深 同學可以看到我這邊還做一個記號 我還貼了一個 像Sticker的東西,表示說這個確實蠻好用的 那我就 在這邊先做一個 套裝課程的一個 公告順便招生 那這個課程很有彈性 因為你不必實體上課 那這個完全是針對商務英語 你有這樣的需求的 尤其你要跟老美寫商務書信 那這本教材它後面幾乎是一半的篇幅 用分門別類章節的方式講 怎麼樣用基本的句子 它這個叫basic standards 然後用一些簡單的文法概念 不需要全套全部學 它把重要的列出來 然後分章節 還有一些簡單的練習 那我認證完我個人認為說 以同學的商務 一般的商務的寫作來講 都涵蓋在內了 它有13張是基本的句子 14張是 building standards 怎麼樣把你學到13張學的東西 像樂高積木一樣 運用進來 把句子 變成簡單的 然後多元一點的 14張 到15張就到了高級的句子 句構 Advanced standards structure 那它這個所謂的高級 其實是 有一點點修辭的 這個原理在裡面 所以按部就班按照它的分類 我也不加我自己的意見 因為我是屬於句法學那個 那個領域的 套進來有些東西 大部分用不到 那個是屬於 學者專家 比如說 中研院歷史語言所 用syntax來研究南島語系 那種老學究的 這樣子 同學大部分會覺得很堅設 而且運用性不高 所以我就把這一本 找出來 包含之前我講 Dangling Modifiers 就是 記不記得同學記不記得我那一篇 有同學請我鑑定那個 有一個正代 叫Michael 他講 Coffee is my favorite food 裡面就有一個Dangling 的 sentence 這裡面有講到 換句話說 你在寫商務書信 犯這種錯誤的話 就是大忌 這樣子 好 再看它往下 第16章 它就告訴你 怎麼樣做動詞跟主詞之間的 一致性的一個搭配 好再看 它第17章 講動詞的形態 verb forms 它為什麼這樣分類 有一定的 它的 邏輯在裡面 就是你寫商務書信 有潛入生 你應該知道的東西 包含主動語態 被動語態 等等 第18章 交到 mechanics 就是其實是怎麼打標點符號 這裡面 講的很多很重要很重要的重點 因為我講 標點符號算是文法的一個環節 裡面講得非常好 那也就是這幾個章節 我 每一個章節 都用 一個 半個月到一個月的 期程 但我也不想用時間去算 我就一個章節 用 每一個 我用錄影的檔案 我不用youtube 我會用 現在同學看到的網路攝影機 我來攝影 把裡面這幾個章節 我不加自己的意見 因為我怕我的想法 加進來之後 跟他的不搭嘎 反而會引發同學的抗藥性 所以我就完全按照這本來講 我不加個人的意見 更何況這本書我用了好幾年了 不管是幫 我剛 Golman Sachs 我一個學生進高盛 寫的 裡面的商務書信 包含cover letter 後面的 follow up notes 等等 thank you notes 等等我都是按照這個 無枉不利 所以我會有一些食物的經驗 這本書運用食物的經驗在裡面 呃 就 算做一個回饋課程 那收費的部分 我就不以時間來計算 我會 每一個 章節一張 剛剛同學看到好幾張 我會視狀況 分成幾個影片 基本上一個影片不會超過十分鐘 我以十分鐘來算 所以同學有需要購買的 這套課程的 可以跟我 洽詢 我把檔案 錄完之後 以一個章節一個章節的檔案 錄影的檔案 那當然同學看到的畫面會很清楚啦 就是我會把那一頁 呈現 像這個樣子一樣 呈現在我的 畫面的下方 然後我自己講解 講解完之後我會舉一些我自己的例子 呃 就跟一般上課是一樣的 同學可以看到我現在 穿的有領子很正式 因為 這個是課程 呵呵 我穿比較有領子的衣服 跟我在外面上課一樣的服裝 那 有需要報名的同學 要買這套套裝課程的同學 可以直接跟我留言 或者是我會把我所有的聯絡方式 呃 列在這一篇 的下面 原則上就是 呃 分門別類 循序漸進 呃 我會一個章節錄 以十分鐘來計算一個小單元 有可能一個章節會錄到四個單元 四十分鐘 你要買 你可以分章節來買 你不需要全部買 一個chapter 一個章節的收費 著收 呃 如果你要全部買的話 當然會更便宜啦 我會著收一點公本費 費用的部分 我會 我不在這邊講一定是便宜的 我會把它放在 我 的這一篇的 這個港兄服務的 呃欄位下面 我會寫出來 那同學 買這一套課程呢 你只要 呃 這幾個章節全部買的 可以有 比較優惠的折扣 你當然也可以 呃 一個章節 一個章節為單位來買 那我相信 以我的 因為是檔案 直接給同學的關係 呃 你 只要有這個檔案 參加了 這個上課的內容 我就不會在一般的 公開的我的YouTube上面 呃出現 這樣就保障你的使用權 另外就是說 我也會 你只要是買一整套的 你可以 呃 免費的 一個禮拜 我會 開放一個像 直播的時段 來直接回答同學的問題 呃 針對這個裡面 來回答同學的問題 我們只要講好就可以 我會有一個固定的時段 專門做直播的講解 呃 會開一個直播時段 YouTube應該可以開直播 或者你用LINE群組 我會設計一個LINE的群組 讓大家加進來 在裡面做討論 線上的討論 或是 這個Skype 的討論 群組的討論 我會一個禮拜 播一個時間 你只要買全套的課程 會這樣來設計 好 十分鐘 那我們今天就 講到這個地方 算給同學一個利多 那我相信一個單元的費用 你要一個 上一個Chapter 算一個單元的費用 應該不會超過一千塊啦 換句話說 你四個單元全部買 還加我的線上LINE的課程 我會給你打折 會比較便宜一點 也許你一個Chapter 四個Chapter全部買的話 費用會可以打到八折左右 這個我待會會把詳細的貼出來 費用貼出來 這樣同學就可以立刻上手 好 我們今天的港兇猴虎就到這個地方 歡迎同學 大家告訴大家 American Business English 的這一套套裝課程 是用檔案直接寄給你 搭配群組的線上討論 我們即日就開始推出 歡迎同學 踴躍報名 算是一個 對同學來講是一個利多啦 疫情大家也不敢往外跑 而且呢 你跑去上課 有時候你會考慮到 要坐車交通的問題 要在外面 待在教室裡面的種種問題 失之你又不是很確定 那我是已經有一定的口碑了啦 同學可以上一下我的 YouTube上面看一看 已經有六百部片子了 這樣子 感謝同學 歡迎同學 永遠報名 我們今天就 剛兇猴虎到這個地方